1933老长方原始源上海工部局的载生厂 由英国著名设计师巴尔福斯设计 据史料记载 建造这个载生厂光建筑和设备就花费白银330多万辆 全部采用英国进口的混凝土结构 墙体后约50公分 两层墙壁中间采用中控形式 在缺乏先进技术的30年代 巧妙利用物理原理实现温度控制 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依然可以保持较低的温度 可见这栋建筑在当时工艺设计的前瞻性也先进性 1933老长方的建筑融会了东西方特色 整体建筑可见古罗马巴西利卡式风格 而外方内源的基本结构 也暗合了中国风水学风水学说中天原地方的传统理念 无良楼盖 散行柱 廊桥 悬梯 优道等众多特色风格建筑融会贯通 光影和空间的无穷变换呈现出一个无一无二的建筑奇葩 不同的季节 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角度 永远可以领略到1933老长方不一样的风情与韵味 整装建筑风格朴实无华 大气而不张扬 只有仔细观察 才能从他似乎不经意的精美装饰系部中 感觉到当初设计师的匠心独裕 卓越的建筑设计出现在近百年前的上行 可谓开一纤红 即使在当时 全世界这样格局规模的载生厂也只有三座 而1933老长方是唯一现存完好的建筑 其他的也都无从可寻 现在这里被改造成一个别具特色的创意园区 有不少特色的小店 餐馆 工作室入住其中 并经常举办一些话剧表演 时装秀 会展等成为了一片艺术基地 这里还是热门电影小时代的取景地 非常适合拍照留意 老长方地理位置优越 紧邻四川路商业街 外方面园的建筑结构 纵横交错的廊桥 与螺旋梯 散型花柱一起 营造出迷宫一般的效果 令人惊喜连连 营造出魔力强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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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